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当中的侦查破案情节更带着观众一起穿越 网民纷纷表示看到了妥枪师姐的影子 有一点点就是我跟关永和一拍档就很难没有这个影子 因为我跟他真的很多年来的拍档也是我其中一个最好的拍档 近日有杂志指张家辉为了电影激战操练过度而抑郁症不发 因此与妻子关永和感情失和要分房而睡 欧阳振华文言大笑表示夫妻二人感情好得很 更打续说到家辉练的一身肌肉 关永和应该高兴才是又怎会闹矛盾 相信一切只是配合宣传而产生的谣言 这个不知道 我应该觉得可能是宣传吧 因为家辉有电影场 老婆有电视剧场 两个一起一起过座 做两个都宣传 做封面就更好了 容易做嘛 下一个可能是我 家辉搞得自己那么大值 辛苦的应该是关永和嘛 不是家辉自己吧 对不对 没事的 开玩笑 双传 这个双传肯定 年初因急性肺炎入院抢救的欧阳振华子补出后 依旧如初活力十足 清理赛事严的热播 使得他与关永和的经典搭档 再次吸引大家眼球 也许借此一股怀旧风正在悄悄地袭来